台湾人的美国观 美国文化 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些研究 所以我在找我美国的那个根 然后透过研究 我更了解台湾的这个根 那也许下一个书 就会是谈这个领域的 所以国际关系 讲简单一点 它是从个人出发 谈关系 心理学是在谈关系 一直到后来的国际关系 然后念书我念得很乐 前一阵子我采访了一位 在美国的一位老师 今年九十一岁 他在做的是 失智老人的照顾 他在研究 他在问我说 佩夏你现在在干嘛 我就跟他讲说 我现在在准备我的论文 他一听九十一岁 他一听我在干嘛 他眼睛睁那么大 他跟旁边的人讲说 我也想要去念一个博士 好样的 我在费力这段时间 还有我以前的很多的老师 他们的年纪很大了 但是我看到的是 他们对生命的热情 这完全颠覆了我以前对年长者的一种态度 我妈妈以前 我以前小的时候 我妈妈以前 她对老人 对老年人 她是有 她是有 他是有 他是有 偏见 偏见的 我妈妈都说 老人又固执 臭老黑 我妈妈就 说真正给我很好的建议的那些老师 都是年纪很长的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带着我们父母亲的那些念头的时候 我们是忙碌的 我们是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所以每一次 当我们有天见的时候 我们就回过头来 如果你希望发展出慈悲跟仁慈的话 你更要小小信心的去听你脑子里面的念头 我现在问各位几个问题 你自己回答 自己回答 就回答一个句子 你自己知道 读鬼是 好读的人是什么 你自己一个答案 毒贩事 好吃来做的人是 路边的流浪汉事 杀人犯事 他应该都有声音了 发现那些声音是负面的警局手 那个东西是很自动自发保出来的 对不对 没有经过思考的 那我要问你 当你带着这些念头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哪来的慈悲 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那些 你看到那些东西 你看到那个东西 你看到那个都是很自然跳出来的 我要说的只是很简单 当我们带着这些想法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自贵的 你是不可能自贵的 那些声音 是我们的长队 是学校 是社会 怕我们学坏 所以教导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人 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 但是大多数的人 他就活在他刚才的那些念头里面 于是那些人 我们永远不可能对他自贵 所以 我的学生 跟我一起上课的学生 我们在做的就是 一直不断地去解释这些 就像我刚前面最早的时候 用的那个例子 那个爸爸好赌 如果我们觉得好赌的人 就是都是负面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看到 他的善的那一年 就像我前面在讲的吸引力法则 当你认为这样子的人 就是垃圾的时候 你根本不可能 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这些都需要透过 我们在静心 透过学习 透过自行 透过简直 来看我们的念头 当然你不需要改变 你绝对不需要改变 我们带着那个念头 我们也活了大半辈子 也活下来 不需要改变 但是 对于那些希望发展慈悲心的人来说 我们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一种品质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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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 当然他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 需要有一些努力才有可能 谢谢 那个 那个 你念给我听好了 让我 我现在眼睛老花 你选几个问题 然后 你问 然后我来 我来 感谢观看